大家好! 今天回到來就是玩幹蛋大亂鬥 新手教學我就錯過了 我相信這遊戲是非常吸引 吸引我自己而已 但對於你們來說 不知道有什麼看法呢? 本身我是一個... 不算太迷高達啦 但也有幾個系列我是非常喜歡的 現在最重要是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10抽 10抽來說是很簡單的 我玩了10分鐘又或者十幾分鐘左右 那就已經存夠10抽了 不是是11年抽的 那就玩11年抽 首先我們抽一抽 然後我再做一個基本的玩法 我自己覺得非常棒 10抽啦!來吧! 究竟抽了什麼? 我要Freedom 正義也好 其實我不只是想要這兩部 還有很多想要的 包括G系列 即機動武鬥轉的系列 它不斷爆一些東西出來很棒 但我感覺到我中了一部MS 紅渣 但為什麼兩星呢? 又說是三星的 喂! 零零... 不記得了 零八小隊啊! 神經病 繼續 這個就是Gundam Seed 暴風高達 喂!給了三星 又是暴風高達 可不可以三星啊? 哥哥 欸!白色OK 但是兩星的 喂! 再來一部 這部是... 魔尼 尼摩 然後... 閃電啊! 但是兩星 其實我是很喜歡閃電的 但是為什麼只有兩星 再來 這部是舊一點的 啊... 直馬 嘩! 嘩! 很坦克 嘩!這部都喜歡 但是... 這部沒有什麼好處 這部也是Gundam Seed 剛剛的那部 對! 馬拉菜 沒有了吧! 嘩! 讚啊! 沒有一支三星 10抽 那些我相信大家是最期望的 期望見到別人這樣 但是自己當然想中多點三星 祝大家多點三星吧 但我覺得不要緊 我就開始玩了 試一試吧 出一出去 其實我覺得草石不是太難 所以不用擔心 現在就玩一玩任務 任務其實還有一些東西 故事模式應該就不是 對 看看 我記得可以打紅渣的 可以打馬砂的 可以打馬砂去哪 不太記得去哪 不要緊 哇 重新進過 不要緊 進就進 先打一等 對了 索性先講一下基本的東西 究竟怎樣 可以升機 或者是怎樣 按一按機體就可以了 進去就 改吧 改部機就是這樣改造 左邊有個改造 那你就可以不斷升它 對了 把晶片放進去 放在整個身上 放下去 改造晶片不夠? 好厲害 那不夠我就說了大概怎樣 你放了六顆然後按改造 然後技能就會多一項 有解放條件 大家看到二的 那就要你改造一次 改到第二次就會解放這個條件 第三招的解放條件 就是要不斷地改造 還有駕駛員 駕駛員 我就選 阿寶 是不是很厲害呢? 閃電高達放阿寶 我自己都拚了 那現在就去馬 繼續想打一打關 究竟試一試是怎樣 打關 指令那裡 指令好像是拿東西 看到了其實都拿到很多東西 累積一次故事關卡 就高達 咦!有阿斯蘭摸 通過三次故事又沒有 不知道大家玩這隻遊戲 是不是都是因為童年呢? 嘩!又來了 童年 當時 當時其實 咦!可以升升的 是不是升升啊? 原來是你有設計圖 就可以不斷地升升 那但是問題 我... 啊!這裡 對啦!可以打這裡 那這個就是 叫做 副本關卡來的應該 那你打完副本關卡 就可以拿設計圖 那我再嘗試一下 嘗試進去這個 副本關卡 究竟怎樣進 不是很記得的 呃...故事模式的 副本關卡就是 對啦! 他就叫做 故事模式啦! 對啦! 那我... 進一進去先 對啦! 機動戰士 大家看到了 有... MASA 進一進去 那其實可以打很多故事模式 我推薦7等的機體 那我進去選擇我的... 輸出機體 對啦!不要這些 雜魚了 那我下回閃電高達啦 暴風高達啦 還有... 嗯... 下上白色好不好 但我又不是太喜歡白色 那就出到零八呢 對啊! 零八小隊 隊長 最記得零八小隊 其實他集數不多 但是有頗好看 這東西才正 嗯... 那麼他紅色的意思就是... 不是那麼好大 進關其實不太好 那倒是下了一部白色 其實他有自動編成 不用太煩 用一部神龍高達的好友 你可以用好友來帶你 當你有部機爆了的時候 我就相信他會衝出來救你 對,跟普通的回合制遊戲一樣 好,那就用自動 自動他會自己打 當然這些是很適合上班族玩的 電章劍 嘩,好痛一下 先退手後備 因為我沒升過,所以都不太行 對了 不要緊 你退手後備都會有光槍 對了 嘩,流了汗 這真是很搞笑 繼續繼續 那就遇到BOSS了 這麼難打 麻沙 咦? 出招了 流超級流星鎚 這個是RX87的絕技 成名絕技流星鎚 RX87 哈哈 大家都知道 其實真正學名叫RX78 元祖高達 其實就 相信應該不是很多人看過 如果你說近代的朋友 有看的高達通常都是Gundam Seed Destiny 那樣 然後就是00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機動武鬥轉 因為比較熱血 但是有很多人不喜歡 因為他 大家覺得是不像這個高達的 一個高達系列 哈哈 格鬥系就覺得不太像 普通困難的可以選擇 那我繼續選擇繼續攻 繼續打下去 但是他已經叫說 呃... 你不是那麼巧合打了 那樣 即是要紅字 那樣 那當然是帶回一些 有加成的高達 是不是 紅渣 那就用好有 用到死神高達 好 繼續 那其實這遊戲我覺得比較優閒 而且是有趣的 高達類來說 因為這隻是SG版的高達 來的嘛 對了 那就白色基地突入 使敵 什麼 呃... 呃... 戰鬥軍 觸准這個時機發動攻擊 戰鬥時間比要料中更加久 那麼... 令到敵人和我們的雙方 逼到這個無法歸行的位置 嘩... 真是拉鋸緊 呃... 大家不要動罪 對... 保護艦先 聯邦軍士兵說 是敵人啊 以最大的倍率放出影像 那推測接觸的時間 三下四秒之後 就來到攻擊我們了 好啦 那我們就放出高達 跟他們... 對... 對... 好 那放出高達 那我都是用一個自動... 自動戰鬥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這麼悠閒度 挺好的 而且... 公仔真的挺有趣的 就是說... 呃... 很... 很漂亮 那又不算是很漂亮 但是... OK啊 真的... 你這個畫面來講 它的設定就是這樣 要... 幻障粒子攻擊 嘩... 一下打全體的 閃電高達 最失附閃電高達未升啦 要不然不用那麼... 不用那麼快 對... 又用錯了 應該不要用 超絕流星槌 搞定 好啦... 那來到這裡 繼續... 嘩... 一個渣古大戰 話說錯了 渣古大戰 渣古大戰 對了 要不斷打渣古 應該會贏 來到這一刻 好友都不用出 可以直接出好友 應該是放了將技能 放完一招技能可以走了 嘩 扣得不到 來多守流星水 就贏了 還沒啊 嘩他不斷...不斷出啊 不要緊,不要緊,繼續吧 這樣就贏了 嘩,其實我覺得這畫面真的挺漂亮 就是說去到3D那些就沒辦法了 這個始終是平面2D來的 嘩,白色出來開...開支地圖拋 嘩,還有呢? 那就糟糕了 好像過不了關 嘩,不是啊,過了關 那不錯啊 對,很多東西還沒升 其實這遊戲挺好玩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當作一隻休閒遊戲來玩的話 可以... 看回知道詳細那裡就會有下載的方法 好啦,今天就到這裡,謝謝大家,拜拜 如果看完這段影片,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想得到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深入了解我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謝謝